玫瑰 花中皇后 自古以来就是美丽和爱情的象征 它的花色 花形 花香各有千秋 令人赞叹不已 但你知道吗 玫瑰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植物 它的棵树分类 遗传变异 杂交育种 都有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和科学原理 本文将带你一起探索玫瑰的秘密 让你对这种魅力无穷的花卉有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 我们来看看玫瑰属于什么棵 玫瑰是蔷薇科蔷薇薯的植物 蔷薇科是被子植物中最大的一个科 包含了约3000种植物 其中有许多我们熟知的水果和观赏植物 如苹果 梨 李子 桃子 草莓 复盆子 山楂 杜鹃 梅花等 蔷薇薯是蔷薇科中最大的一个鼠 有约200种野生玫瑰和数千种栽培品种 野生玫瑰一般只开单半或半重半的花 花色多为白色或粉红色 花期较短 栽培品种则有各种形状和颜色的花 有些还能开出重重叠叠的花瓣 或者一年四季不断开花 那么 玫瑰是如何从野生变成栽培的呢 这要归功于人类对玫瑰的喜爱和改良 据考古发现 最早培养玫瑰的人类可能是古埃及人 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法老墓中 就发现了玫瑰花的化石 后来 古希腊人 古罗马人也开始种植玫瑰 并用它们来装饰祭坛 雕像和墓碑 或者作为药用和香料 辞着文明的发展和交流 不同地区的玫瑰品种也开始相互杂交 产生了更多的变化和优良性状 例如 在18世纪 欧洲人从中国引进了四季开花的月季 并与欧洲本土的玫瑰杂交 创造了许多新品种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法国园艺师们又利用从日本引进的野生玫瑰 培育出了具有浓郁香气和丰富色彩的波旁玫瑰 到了20世纪中期 美国园艺师们则以月季为基础 通过系统的选育和杂交 创造出了现代玫瑰 这些玫瑰具有较大的花朵 较长的花期 较强的抗病性和较高的适应性 成为了世界上最流行的玫瑰品种 玫瑰的杂交育种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门科学 它需要原艺师们对玫瑰的特性和遗传规律 有深入的了解 同时也需要有创造力和耐心 玫瑰的遗传变异是杂交育种的基础 它可以使玫瑰产生不同的花色 花形 花香等性状 无论是自然变异还是人工诱变 都需要园艺师们及时发现 并保存有价值的变异体 然后通过杂交或扦插等方式 进行繁殖和固定 最终培育出新品种 玫瑰的杂交育种 不仅可以创造出美丽的花卉 还可以揭示出一些有趣的科学现象 例如 玫瑰的花色是由不同的花色素决定的 其中最主要的是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 花青素可以呈现出红色 紫色 蓝色等颜色 类胡萝卜素可以呈现出黄色 橙色 白色等颜色 当两种花色素同时存在时 它们会相互影响 产生不同的效果 有时 它们会相加 形成混合色 如粉红色 橙红色等 有时 它们会相减 形成互补色 如紫红色 紫蓝色等 此外 玫瑰的花色还受到温度 光照 PH值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会影响花色素的合成和分解 从而导致花色的变化 因此 同一株玫瑰在不同的季节或地点 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花色 这就是所谓的四季变色玫瑰 玫瑰不仅是一种美丽的观赏植物 也是一种富有科学价值的研究对象 通过对玫瑰的科属分类 遗传变异 杂交育种等方面的探索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玫瑰的特性和规律 也可以更好地欣赏玫瑰的魅力和多样性 希望本文能让你对玫瑰有更深入的了解 并激发你对玫瑰和其他植物的兴趣和好奇心